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SCP-3136的研究员或经欧仪会授权的人员可解锁该箱体 描述 SCP-3136是一张麦卡托投影世界地图 面积约为两公尺乘三公尺 图中未必有任何形式的符号或识别标记 当上一处水体添加任何标记后 SCP-3136的异常性质将被启动 一个与该标记的尺寸符合的水生生物 契为一个SCP-3136之一个体 将出现在该标记相应的地理位置上 该个体将按比例缩放 对 图像在地图上的位置会移动 以反映个体的当前位置 当个体死亡后 绘图将立即消失 在此之前 所有在地图上标记或绘制的尝试都将失败 SCP-3136之一个体是最有正常运作的 完整器官的水生生物体 如从海洋中移出 则其器官立刻衰竭 被创造出的生物不一定在现实中存在 SCP-3136将根据这些个体的生理需求添加适当的器官 回收 2016年2月18日 一个SCP-3136之一个体 被发现于澳洲沿岸的海上 在此之前 基因会网络爬虫标记了一个 由加州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的学生 发布到Facebook上的SCP-3136影片 影片中展示了标记 从地图上消失的异常效应 SCP-3136被回收于历史与制度学教授 Dr. Adabago的家中 根据随SCP-3136GEA而动的龙虾符号 发现了与SCP-3136GEA的联系 测试记录 艺术家 Dr. Adabago 艺术家的刻画 一个长有十条腿的 类似龙虾的小型黑色生物 以古董墨水笔会成 测试结果 体长30公尺 形状完全规则的黑色龙虾 收容 死亡 在转移到基金会安全设施期间 发生全面气温衰竭 艺术家 C级人员 艺术家的刻画 一个带齐和嘴的小圆圈 会于基金会赛1028的海上巨网中 以尖头铅笔会成 测试结果 形状为不完美的球形的生物 其外表皮与海豹相仿 直径5公尺 收容 死亡 创造后16天死于气温衰竭 艺术家 具有艺术经验的C级人员 艺术家的刻画 研究员具有艺术经验 和蓝金的参考图片 图片上是一个比例 完全正确的蓝金 用轮廓笔和彩色铅笔绘制 测试结果 蓝金具有甲壳素材质的外骨骼 外形与普通蓝金相比 具有高度的规则性 收容 死亡 使用鱼叉攻击多次 以观察SCP-3136-1个体提前死亡 所产生的效应 轻毫起身后 SCP-3136-1C死去并从地图上消失 此后约11天 SCP-3136无法被添加绘画 艺术家 具有艺术经验的C级人员 艺术家的刻画 两条近乎完全相同的鱿鱼 一熊一瓷 以钝迁笔绘制 测试结果 两条鱿鱼为预期大小的一半 一套完整的鱿鱼器官 被平均分布于这两个体体内 收容 死亡 刚被创造出 即应缺乏重量器官当场死亡 艺术家 C级人员 艺术家的刻画 由基金会研究员绘制 被指示在收容区内 与SCP-3136划一条直线 使用永久性黑色墨水马克比绘制 测试结果 一条44公尺长的鳗鱼状生物 外壳为极定值 使其无法移动 SCP-3136GEF 具有与麦卡托投影的不准确性 相对应的规则形状 收容 死亡 由于无法进食 基金会也并未加以协助 个体在一周内 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此后7天 SCP-3136无法被添加绘画 艺术家 机械臂 艺术家的刻画 符合研究人员计算出了 地图扭曲效应的金鱼 用蓝色蜡笔绘制 测试结果 类似金鱼的大型生物 其外表皮与大猩猩相似 有厚厚的蓝色皮毛 表现出智慧 被教会回答是非型问题 收容 死亡 已存活于收容中两个月 SCP-3136-1G 通过触发食物分配器获得食物 研究人员不应在 SCP-3136-1G身上 尝试石金纳相实验 以免触发攻击行为 机动特遣队 SCP-3136-1G将配备特质证金纪飞镖 应避免以任何方式对该个体造成伤害 以上就是SCP-3136 简单地说 SCP-3136是一张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 游血的部分画上标记后 地球上相应的位置 就会出现一只外形相符合的怪物 按照比例放大 因为人手绘图不够精确 加上地图投影本身的扭曲 所以产生的这些怪物 外表不规则且扭曲 也无法生存很长时间 最后基金会计算了扭曲造成的变形 以机械币成功汇制出了能够生存的怪物 不得不说这篇文档的基金会 还是蛮爱搞事的 都不怕画出什么收不了长的怪物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支持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为SCPO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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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